台湾自921后25年来发生最大地震 外媒纷纷关注台湾灾情 包含路透社CNN BBC 都以25年来最强地震 袭击台湾为标题进行报道 CNN更开设专区 及时进行更新 CNN除了关心灾情之外 还列出了国台办慰问灾情的报道 并在文末补充 中国共产党一直声称台湾 是属于中共的领土 但它从未控制过这个自治的民主岛屿 另外CNN与BBC都提到了 护国神山台积电 指出台积电发布声明称 已经疏散了部分厂区的员工 以确保安全 并强调无异常状况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在社群平台 以正体中文发表声明 强调只要台湾需要 日本政府将立即提供 任何必要的支援 日本网友也纷纷在 相关新闻下方留言 关心台湾灾情 地震台湾还好吗 等相关关键字 冲上X平台以及Google热搜 许多网友还纷纷表示 报答的时候到了 日本这名双向字艺术家 野村医圣 也在社群平台发表一幅 台湾复活的艺术字 翻转90度观赏时 台湾会变成复活 而复活会变成台湾 落款前还有台湾加油的小字 以此为台湾祈福 新唐人也的电视 之前的林天青 整理报道